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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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溜溜的黑暗中 和你的笑脸 怎麼也能忘記你 容顏的轉變 起飄飄的舊時光 就這麼溜走 轉頭回去看看是 已重重數年 或許明日太陽 行下捲鳥已歸時 你將已經爬上 就是你唯獨 人生難得再持續 想知你崩� 生命中就能設 藍藍的白雲天 生命中就能設 藍藍的白雲天 孤單的你身影 不治療的心情 永遠的無人地 是我的雙眼 不治療的心情 不許你說話 破壞氣氛 老公 你今天很累吧 體力勞動傷身 腦力勞動傷神 我現在又傷身又傷神的 老公 我今天晚上好好靠勞靠勞 你好不好 是你來還是我來 我來 我來 老婆 我來了 老公 你來點刺激的好不好 喵 喵 喵 你不會是看了什麼 不健康的東西吧 你到底想不想嗎 想 想 來來來 你這是幹嗎 不是說了今天晚上都聽我了嗎 不懂嗎 懂 懂 來來來來 來 我懂 來 來吧 著急 幫我 快幫我 來 用力幫 使勁 來 快 來 來 老公 今天課上得怎麼樣啊 特別特別好 老師講得特別好 我聽得也特別好 英语课这么有意思啊 是不是比看武侠小说还有劲 谁让你老公认真呢 你说这上课这么来劲 是不是班上有大美女呀 哪有什么美女啊 全是一些穷酸叔叔 就算有 那也比不上我们家昭弟啊 老公 我的力道怎么样 舒服 如果能再稍微用点劲 就更舒服了 舒服吗 你干吗 说吧 你今天晚上去哪儿了 我上课 你还撒谎 我就是跟小头还有大美去聚会了 真的吗 这真的 他们可以坐镇的 真的 那苏娜怎么回事啊 苏娜是你班上的吧 你上次拿回来的笔记也是她的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你当我傻呀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你还瞒我 找上门 她来干吗 我还想问你呢 看她干什么呀 去去去去 你说 你去报那个托福班上 是不是因为 苏娜 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苏娜 她是半道上插班插进来的 我要知道她在这班上的话 我肯定不去上 你为什么不去上 赫兰 你就是心里有鬼 我 是不是 我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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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 我不是还 怕你误会吗 你这几次出来 你比月子大爆炸还狠呢 我想 你就半年时间 混一混就混过去了 你说 你有没有跟她单独出去过 你怎么不说话呀 有对不对 肯定是有 这几次 我老师对不对 你说 好好好 时间还有地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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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没从关 你 你就 就从关处理好不好 你快说呀 就 就上一次我们下了课 然后去了一个饭馆 吃了一碗面 这也不叫约会吧 没了吗 没 没了 就这一次吗 对啊 为什么要单独出去 那还不是因为成坤啊 成坤怎么啦 苏娜觉得成坤对她冷淡了 所以她来找我分析分析 他们俩出现了感情危机 你美了是不是 我最近正好学了一个单词啊 叫 帕 帕帕爱 翻译过来呢 就是小狗爱 就是说十四五岁时候的小孩 就跟小猫小狗一样 人还没长成呢 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爱 我对天发誓 自从我长大以来 我最爱的人只有你一个 真的 你们俩单独出去 只有那一次吗 只有那一次 而且我发誓 绝对没有第二次 你看我这么坦诚的态度 你要不给我一次 重新做人的机会啊 你啊 罪恶透天 没要求 老陈你原谅我了 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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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装的人模狗样的看书 原来都是糊弄我是吧 你 你 糊弄我是不是 不是 调节一下吧 劳逸结合 你就一块原谅我得了吧 原谅个屁 死罪可免 对 活罪难逃 来 读这段 徐长老已经在怒火中天 一股刚勇从心中涌起 铁锤 拐杖 通事出手 他左足占地 一个荆棘独立式 犹如钉在地上 又闻又钉 停 你这是经济独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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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看着像母帝抱窝呀 你这边 抬高一点 不是 那个 那个 眉毛裤 眉毛裤 眉毛裤太紧了 那你就保持这个高度 我要站不住了 着急 站不住 站不住 谁让你动了 那 那什么 而且天这么冷 你让我穿个外套啊 穿个外套 我动一动你 你能长记性吗 站好了 好了 开个 腰平起来 我爱你 你 阿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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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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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挺听话的呀 让你一动不动就真的一动不动啊 那是老婆的话就是善旨 必须得听 没事 腿麻了吗 不麻 只要老婆开心 我站一晚上都没事 是吗 那就站一晚上吗 别别别 老婆老婆 这身子太冷了 这都下雪了 你让我进去吧 对啊 你还真提醒我了 这都下雪了 你身上怎么没有雪花啊 肯定又骗我 没有 又偷懒对不对 天地良心 这雪一共就下了还不到五分钟呢 而且我 我也想到我自己犯的错误 我内心无比的内疚和惭愧 我从耳根到脚趾 我都扫得浑身发脏 所以就把这雪给融化了 那就是你还反省咯 好 那你说说你的反省我听听 那 那太深刻了 真的 我 我 我这么多年来 才知道刻骨铭心这四个字啊 老婆你说的话 就 就像小刀和北风一样 羞羞羞羞 全刻到我的骨子里去了 你还有时间耍拼嘴 我说的真正都是实话 真的 我以后再也不跟苏大说话了 就算 就算 就算他把那刀啊架在我脖子上 我也不说 打死不说 你怎么可能不跟他说话呀 如果他有一天嫁给成坤了 他就是你弟妹了 你可能不跟他说话吗 那你说怎么办嘛 就是以后 不可以再骗我了 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老婆 你就像那黑夜里的明灯 只演着我前进 要是没有你 我 我就只能在黑夜里 摸索 摸 摸索 去 你啊 还是动得不够惨 接着动吧 不是 我惨 我惨 我真冷得不行了 我好惨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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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老婆 你没带钥匙啊 我 你这事办呢 不是 我 那也不能怪我呀 怎么不怪你啊 哪有人这么冷的天还下着雪 让自己老公在学子里罚阵呢 那不是因为你惹我了吗 你惹我我才罚你的 行行行行不不不不吵了 这样 我们现在去找孟大爷 然后让他把早餐开开 咱们今晚去他那里凑合一晚 好不好 明天早上再找人把早开开 好吧 走 走 孟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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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陈也 我那钥匙锁屋里了 我想在早餐过一晚 你能帮我开开门吗 孟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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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别喊了 他肯定生咱俩的气 既恨咱俩啊 他装睡呢 不对 你问问是不是有股煤气味 呛鼻子 孟师傅 还真是 孟师傅 呛鼻子 糟了 孟师傅最喜欢用煤炉烘底瓜 该不会是忘了关煤气中毒了吧 那怎么办啊 孟师傅 快想想办法呀 孟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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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孟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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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磕的 这磕做什么 我这不是心疼吗 看你这么磕哪行啊 你再磕把肺磕出来了 歇了门了 我师父没出院 我倒下了 回我意识医院去 倒点没 你往后趟 往后趟 缓一缓啊 你这还英雄呢 狗熊都比你身体素质好 你看你那么师父 人家进了医院之后 吸了几口氧气 好了 再看看你 肺炎住院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你没记住鼻子呢 不是 李超姐你好意思吗 我我我变这个样子 是让黑眼给熏的 我那是让你给冻的 那么冷个天 你让我穿个棉毛衣 棉毛裤 在外面冻个大晚上 你够狠的 不冻的你你长进去 好了 二人 想看呢 小陈啊 小陈啊 晴晴 你端长来看你的啊 熊大长 小陈啊 休息得怎么样啊 包作了 这样就还有点低瘦 不着急啊 咱们好好养两天 你现在可是咱们段里的大英雄 那属于重点保护对象对吧 您说是吗 熊大长您言重了 其实换了谁 都肯定会出手相救的 这是 我是晴晴的爱人 小陈你这福气不错啊 好家伙这家里还藏了 这么一个标致的太太这个 对了对了对了 你们看啊 现在咱们这也是 自私自利的人是怨了 像咱们小陈这样 舍己为人 乐于奉献的精神 咱们就该大力地表彰 是啊 小陈啊 我们这个段里都开会研究过了 当你这一出院 咱们段里啊 专门为你召开一个表彰大会 咱们大伙都等着学习在呢 是吧 熊大长您过奖了 秦也 你们小两口这大半夜的 去澡堂的是干吗的呀 那我们家呀 我们家就住澡堂旁边的更衣室 是 孟大爷是我们邻居 这怎么回事 你们住在更衣室啊 更衣室 可是公务段 住房紧张了 那我又着急结婚 又没分到房子 所以就先在那儿将就一下 对呀 我们那个住房条件 确实是太差了 我每次回家我爸都唠叨我 但是我也不能跟陈也说呀 我怕他有压力 关键是唠叨 房子也下不来呀 看见了 你们都看见了啊 这什么叫安居乐业 你说咱们的职工现在 连房子都没得住 他怎么能安心工作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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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啊 这事怪不我 你看啊 这个就不好意思 这样 我今天一回去 马上督处房管科 制定新的分房房 只要一有空房 这优先考虑领域量 绝对不会让你爸再办法 你看怎么样 真的 熊团长你人太好了 你说话算数啊 算数算数 这个你放心啊 如果有空房 不分给小长 你就让他来照顾 好 好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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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可算出院了 我再躺进去啊 我这肺炎没之后 我痔疮都快得了 我倒是觉得 你应该再请几天假 好好休息休息 而且快脱付好事了 你可以复习复习 你到底是让我去休息 还是去学习啊 当然是学习 可休息两不务啦 你到底是让我去休息 马上就要考试了 你这次必须得过 你要是不过 跟你没完 怎么 你还要收拾我啊 你都把我收拾进医院了 我可没少吃苦头 我比你苦好吗 这段时间我单位和医院 两头跑 我倒是宁愿住院的事务 呸呸呸 别吵鸦嘴 这什么能干 什么呀这是 好香啊 好香啊 看不出来啊个剧老头 还仅贵整些小感动啊 可不是吗 我经常给你做什么 我经常给你做什么 好了 你不得还好吗 我记得你我经常给你做什么 你不得最多的 你不得好吗 我记得好了 你看不得咱们 你不得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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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带你 对不起老师 我来了 快进去吧 马上要披抗了 陈寅 苏娜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寄所考试时间了 这么晚来 长坤跟你联系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我已经三个礼拜没跟他通过电话了 给他宿舍打电话 管理员说他搬走了 对 他好像是从宿舍搬出去了 我那天回家我妈跟我提了一嘴 他没跟你说啊 黑个陈坤 那你上次去我家也是为了这个事情 没有给你添麻烦吧 没有 朝廷一向是雷神大有点小的 你说陈坤会出什么事了 不会 他能有什么事啊 他 你说每天生活就是 宿舍 教室 实验室 最多再去一个图书馆 对吧 估计就是他太忙了 忘了跟你说了 这事也能忘 他忙起来六亲不认的 我跟你说啊 我估计啊 他就是 他估计 我估计他最近碰到什么挫折了 你放心 等过了这段时间啊 等他心情好点 肯定会主动联系你的 你放心吧 我在他心里边永远拍第二位 是啊 在他心里啊 科研才是第一位 我们都得往后拍 当然了 你肯定拍在我前面 你也在这个考场啊 我先走了 你们聊啊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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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说话啊 好 都考完了还说什么呀 客气一下啊 那总 那怎么说啊 就啊 那个再也不见 以后老死不相往了 可能吧 你这么说啊 我 我不管你 最关心的是你考得怎么样 考得好好 特别好 初来没这么好过 真的吗 那咱俩是不是很关键 就能去美国了 当然了 我跟你说我很快 我就带你去那个大厂厂 买两个超大的那个旅行箱 然后方便面榨菜 咱们囤上去美国吃了 这还差不多 证明你这夜下没白毒 还真是正经上课 我不上课我干吗 泡妞啊你 我还是泡方便面嘛 香吗 我今天去花海路了 给你买新出炉的鲜肉面 要不要先吃一个 好吃吗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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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擦干净了啊 好 这杯子成坤的吧 一看就是 香香的 跟她小的时候身上的味一抹一样 瞧你这样 还说自己不偏心呢 这不是成坤的被子 是陈也的 瞎说不可能 陈也的被子 就她那臭脚 哈喇子 那个味早就臭死了 怎么不可能啊 她做记号呢 你就是对陈也有成见 这回托服考试不是挺好的吗 勇刚真是的 你看看小的时候 那英语都是不及格的 饿补了半年 就成了 你别说 这小子还真有后劲 什么后劲 那是我们刘家的优秀基因 以前在陈坤身上显示出来了 现在在陈也身上也显现出来了 是是是 是留梦相生的 那咋儿了 说正经的啊 陈也的成绩还没出来 别到处张扬 免得以后有什么闪失 我就不 但是陈也托服考出来了 那我两个儿子 都可以去美国读书了 我就弄一个大横幅 从楼上这样挂到下面 让大家都看见 快说你这 小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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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快快上来 快快快回去准备准备 好好好 阿姨 我给你和叔叔买了点礼物 你看看 叫你不要买东西 不要买东西 你看你又买东西 一点小心意 春天风沙大 我给你买条丝巾 你看看 喜欢吗 这么漂亮 好好好 谢谢谢谢 我听陈坤说叔叔的那个心脏不好 我给他买了喝西洋参 泡茶喝 好 最后一次了啊 你把我们都当外人了 再买我们可要生气了 再也不买了 快坐下坐下 买这么多东西 你爸爸妈妈最近怎么样啊 去哪儿了 不是他们天南地北的搞科研吗 在海南 在海南 跑到海南去了这么远啊 真辛苦啊 那个 过年的时候啊 本来我们想 你爸爸妈妈肯定回来了啊 想叫他们出来 大家一块儿坐一坐 后来你叔叔他身体不太好 顾不上了 想想那就算了吧 等陈坤回来 我们一起见面 阿姨 那个陈坤他从宿舍搬出去了吧 对 他们那个美国学校 跟咱们这儿不一样 宿舍很贵 在外面租房子呢 倒还便宜一点 他就跟几个同学 一块儿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 心疼我们的钱 以后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那阿姨 能不能给我一个陈坤新的号码 他给过我 那个说得太快 我记错了 那肯定是他说错了 我跟你讲 他一学习啊 一忙起来 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去给你抄一份啊 你坐着 小苏 吃苹果啊 好 谢谢叔叔 不客气 叔叔最近身体还好吧 挺好的 春天风沙大 你要当心点 谢谢 谢谢 你吃 那我跟进去 不是 我自己来 我跟进去 来来来来 谢谢 就是这个电话号码 来 就这个 你看看 还有啊 小苏姑娘你看 她给我们寄来的照片 你看过没有啊 没有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跟她们那个 坐着看 坐着看 这是跟她们那个同学在一起 那这些都是她们同学 这个女的 是她们导师的女儿 她应该跟你说过呀 她的导师呢 是美籍华人 没事呢 经常请她们中国学生 到她们家去吃饭 她的这个女儿呢 是在美国出身 所以说肯定是一身羊毛病 你看她呢 多不矜持 小苏姑娘 你放心啊 我们陈坤是正派人 忘恩负义的事情 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你放心 你给她吃苹果 吃苹果 好 谢谢叔叔 不客气 我跟你叔叔 都很喜欢你 你跟陈坤 你们俩感情那么好 要不早点把婚事定下来 是吧 房子什么的 我们都有 你一切你不用操心 只要你们把婚事定下来 陈坤在外面念书 他心也能安稳呢 你说是不是啊 好不好 好 等 等陈坤回来以后再说吧 吃苹果 吃苹果 别客气啊 像自己家的 小苏姑娘 有空到家里来坐啊 好 那阿姨叔叔你们进去 好的 我走了啊 慢走慢走啊 好嘞 再见啊 再见 去吧 嗯 谁在那儿啊 哎 你是坤坤的女朋友吧 你怎么不上去 快快快 我去过了 我准备回去了 你 你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想起来 苏娜 是不是 对 阿姨我有事先走了啊 再见 苏娜 还真有点儿像 还真有点儿像 你好 陈坤 是你吗 陈坤 陈坤是我 我是从哪儿 你 你在哪儿啊 你搬家怎么 怎么不告诉我呢 陈坤你说话 陈坤你说话呀 陈坤 你说话呀 陈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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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好 嫁得好 对对对 女人选男人哪 就是一场赌国 招地可真是押对爆了 那是啊 我是什么眼光啊 我都想好了 到时候我们家陈奕 要是带我去了美国 那我就不上班了 是吧 我要上班干吗呀 陈奕一个月的工资 够养活我们俩人的 这我们家陈奕还说了呢 在美国生孩子 还有什么补贴呀 补助什么的 反正就是给钱 好呀 这好事 我要是以后生他七八个孩子 那我不就发财了吗 我再也不想站跪台了 这天天啊 腰酸背痛 腿臭筋的 你们晚上回家腿肿不肿 可肿了吧 早点啊 杨克呢 嫌累了 不累 我正在一百分之百的热情 投入工作呢 别动 别动 怪累的 坐 坐 坐呀 我不坐 这点苦算什么呀 那你刚才和小楼 小钱 都在聊什么呢 没有聊啊 我们在讨论 讨论啊 讨论我们如何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好好好 那还有些什么想法 需不需要我来参谋参谋 不用 不用 这个就我觉得应该就不行 够了 你们四个人 我盯你们半天了 叽叽喳喳的 尤其是你 偶尔 调剂一下 又不耽误正事 还不耽误正事呢 刚才来了几拨顾客 赶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出来接待 没办法 人家走了 你知道 这要损失多少生意吗 杨科长 那些人他根本都不是真心要买鞋的 还定嘴 这个月的奖金 你还要不要拿呀 要就不要呗 反正我都要去美国了 你 李兆帝 李兆帝 你 你 这个月奖金 我给你扣了 下班 下班之前 一定要写份检查 而且要深刻 写就写呗 谁怕谁啊 苏丹 陈奕 你能帮我个忙吗 怎么了 你慢慢说 我从你爸妈那儿 要到陈坤的电话 我给他打了 他听到我的声音又挂了 你能帮我打个电话给他吗 你打他都不接 我打他能接吗 我担心他就是因为 听到我的电话 才挂电话的 不会吧 我跟他不是没有吵过架 以前吵完就算了 可这一次 你 我 你帮我打个电话吧 我 我 你放心 什么结果我都接受 芊芊 你别着急 那我 我帮你打就是了 你这能打过去长途吗 我们待会儿这儿内线 打不了 那我们还是让电话举办 马上下班了 好 好吗 那你跟我去拿车 我带你超劲道 来 上车 抓好啊 我帮我帮你打的 我帮我帮你打的 我帮你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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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女平奇 再等等吧 好 哈喽 喂 陈坤啊 怎么是你啊 我是你哥 我给你打个电话 关心你不行啊 你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碰到什么事了 苏娜找不着你 很担心你 她找过你了 知道你忙 可你再忙 也不能什么都不顾吧 搬家 换电话 都不说一声 还好苏娜 她是个好姑娘 她大度 换作别人早跟你吹了 正好今天啊 陈爷 你帮我一个忙 你帮我跟苏娜说 我要跟她分手 什么 怎么了 张大信好了 你说我没在口说一遍 我是认真的 我导师的女儿 一直在追求我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是不是疯了 这种事你都干得出来啊 到底怎么了 我没事 她有点事想不通 我对不起苏娜 也没有脸见呢 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你让我怎么说啊 这话 把电话给我 我 我再跟她说 给我 这话是我 你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联系我 你说话啊 杨娜 对不起 对不起是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 对不起啊 陈坤 陈坤 你不说话是吗 好 你不说话是吗 那我来问 你来回答 你只要说是或者不是 陈坤 你是要和我分手吗 杨娜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为什么 因为距离 因为忙 因为忙 因为你爱上了别的女人 是照片上那个女孩吗 是 是和她出带一起了对吗 陈坤 你听我讲 我不听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你到底还爱不爱我 你只要说不爱 我们就到此为止 咱们 就是 你们 啊 家人 但是就是没有的意思 啊啊啊 嘶 你 我 你 你是在冬夜月光下 只剩孤独拖着你走 那些疲倦后 还忍下的伤痛 随着风消失在过往 嘿 你曾听见了你 笑你傻 不肯输却只能低头 那些倔强后 再流下的泪都 带着你飞向到远方 路太长难免受伤 从今后 不再失望 若你能 看得见我如今的目光 不彷徨 不彷徨 若你能 听见我歌唱 想轻负你受的伤 别害怕 哦 你会相信月光 终会 照亮你要去的地方 你又 想起那些离开的人 想摸住他们的手 那些转身后 才想说的话 都留在了记忆里发光 那些离开的人 都留在了记忆里发光